有就有 没有的话咱们500万直接打水漂了 3 2 1 来 朋友们 既然的话上次有非常多的脆油 喜欢看咱们这个料子打开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咱们的话今天就直接给大家吃蘸 那么料子的话是一个小个头的一个木丸鸡的一个色料 那么芒袋的话它是已经是形成了这个卡子吗 没有 它这一面的话形成了一个一纸宽的一个色带 看了就更加明显了 等于是一个椭圆状的一个袋子 色的话已经非常洋了 那么具体就是它里面的种水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能不能够做界面 如果说能做的话呢 咱们这一期直接开创完之后切掉 给大家做成这个界面 咱们就开始吧 来 朋友们 这个位置就干净了 它里面能有就是说是这个位置的这样一个进度 咱们这个料子就长大了 往这边走 这边的话就会比较脏 这个色的话它是带了一点黑的 比如说是这边色的话是加了一点点这个杂质 我们再扩大一下看看能不能在窗上面 能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表现 如果说是开窗看不出来的话 那这个料子最终可能要去切它 这个位置有一堂肿 往旁边扩的话呢看不到了 没有进的话只能还里进的 色的是满色啊 这个料子是一个险加率 对啊 加的这个脏太多了 到时候切切看吧 咱们的话呢就直接从这边 这一条啊 直接给它一刀干进去啊 有就有没有的话呢 咱们500万直接打水飙了啊 开干了 但是我们因为从开窗的表现下来看啊 这个料子是一个垮的 咱们不知道 切开之后的话呢 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咱们慢慢的打开啊 哦 看了这个已经是废了一半了啊 你看这个旁边这个三英尺啊 哦 看了这个已经是废了一半了啊 三二一开 哇 这料子垮了 木湾机的料子它是有色必进的 色的话呢 你看它这边是一片的都是色 但是的话呢 这个料子它里面进的脏特别多 而且的话就是它肿不是很好 如果肿好的话呢 你看这一包色的话呢 曲接面的话咱们就长大了 哎 可惜了 再的话没到 咱们500万的话直接打水飘了啊 木湾机的话呢 这种色料大家一定要想清楚才玩 因为的话它不像种水料啊 种水料的话基本上的话 就是一个价钱的一个问题啊 色料的话呢 还是存在像这种大垮的一个情况啊 基本上就是血本无贵的 像这个料子 还是卖不起什么价格的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肥色的车友们 记得持续关注老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